A柱夹角判断车机是什么意思 今天教你几个方法 让你坐在车内准确判断我们的车辆与障碍物的几率 让你开车上路不挂菜 第一 开车一到低矮障碍物时 盯住我们的A柱夹角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A柱夹角和前方障碍物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 我们的这个车头都不会刮身到前方障碍物 第二 开车一到车头前有车时 也是盯着A柱夹角 当A柱夹角和前方车辆底部重合以后 我们再打轮 我们也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头角会刮碰到前方车辆 第三 新手朋友开车上路爱跑偏爱压线 不会判断车机 我们只要盯着我们的汽车A柱夹角 让我们的A柱夹角扫着我们的道路标线走 这样我们的车身和我们的道路标线 至少还有60厘米 无论是旗线还是直线 我们判断报车机就用我们的A柱夹角 扫着我们的这个道路标线走 这样我们的车就不容易跑偏 第四 会车时左侧有车 当车头和车头重合的时候我们停车 只要A柱夹角在旁边车辆大灯以下 那么我们把车辆顺正方向盘往前开 我们的车辆是不会刮身到旁边车辆的 大可以放心大胆地开 第五 开车时一到前方有行人 只要我们盯着我们的走错A柱夹角 只要A柱夹角在旁边 囤行人囤不以下 那么我们回车方向盘往前开 通过的时候啊 我们的车身和行人 至少还有单时另一的距离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开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开